在佛陀的时代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一个老妈妈 她有32个子孙 都很庄严 国王很喜欢 有一天有一个坏的宰相 设计了这三个 32个人 送给他们一只鞭子 结果鞭子里面藏有软刀 那这32年轻人不知道 带着去皇宫 结果这个宰相就跟皇帝说 皇帝呀 这32个年轻人要暗杀你 皇帝说是吗 你不信吗 他们身上都带着软件 然后呢 就把32个人抓起来以后 把鞭子弄开以后 里面真的有软件 32个年轻人没话讲 皇帝就很生气 我对他们那么好 特别是他们的妈妈 我把她当作是自己的姐姐一样 她居然叫她的儿女要来伤害我 就当场把32个人掌头了 不但掌头 还叫那个老妈妈 你自己来把32个头运回去吧 哎呀你看对这个老妈妈 何等的伤害啊 各位 如果我们一个小孩子感冒了 生病舍抱了 我们都哭得死去火来 结果32个小孩通通被掌头 叫她亲自来抱头回家 你看这个妈妈情何以堪啊 发生这个惨案以后啊 那有人就问佛陀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 释迦牟尼佛就说了 他说啊 过去啊 有32个年轻人啊 他们出去外面啊 偷了人家一只牛啊 偷了以后啊 回来就准备把他杀掉 哦一起吃 然后他们偷回来以后啊 在杀牛的时候 他们的老妈妈知道这个事情 不骂儿子 还说哎呀你们好棒啊 还帮忙他们杀 帮忙他们煮 煮给32个小孩子吃 佛陀就说了 这个老妈妈 为什么这辈子要死32个孩子 被掌头啊 她上辈子水洗她的儿女 杀牛吃肉 她这辈子就要遭受这个果报了 所以各位 夜报很可怕啊 我们想到过去 我们想到过去 自己造的恶业 乃至过去是 乃至现实 想了就好可怕 你比那只鱼 哦那只鱼不错哦 蛮好吃的哦 你到现在都还在头痛 释迦牟尼佛只比三下 就要头痛三天了 那我们看了多少啊 比了多少啊 所以想起来好可怕啊 什么事情 是哪一天要发生在我们身上 太可怕了 我怕了出错了 有没有呀 我怕了 这有没有呀 事情是谁 有没有呀 就是这种 那是好可怕啊 那就是好可怕啊 那是好可怕的